佩特拉古城位于红海和死海之间,2000年前藏上阿拉伯人游牧民族纳巴泰人王国的首都,因其位于交通要塞,控制着重要的贸易通道,纳巴泰人的王国变得强大而富有,后来又被古罗马、盖战亭,以斯兰帝国所统治,公元12世纪这里又被十字军东征占领,短暂地作为防御要塞。 佩特拉一手南宫,只能从巨石间的狭窄小路进入,峡谷中的巨石色彩斑斓,形态合意。 在巨石峡谷中,走了半个小时后,当橘红色的卡兹尼宫殿在巨石的夹缝中,魔幻般出现时,他的美让我们惊叹不已。 卡兹尼也被称作宝库,据说这里是历代佩特拉国王收藏财富的地方。 地面积的岩壁上排列着许多大小墓室。 公元二世纪罗马统治期间,佩特拉达到了全盛时期,城中竟有罗马广场,公共浴室,剧场等。 第二天一早七点三十分,我们去坐公园免费,沙特准备从后山进入。 坐公园的车,先到威特派特,然后转敞篷车去公园的后山门,顺着小路一路下坡向前走就可以了。 从后门进入,可以不走回头路,而且一路是下坡,省时省力,一天就能走完佩特拉。 走了好久终于到了,但第十九道院,他曾被用来作为宗教聚会的场所,后来被用作基督教教堂。 一路上阴雨不断,我们不得不时不时地到洞穴中避雨。 走到沈庙的时候,雨开始下大了。 在棚子里堵雨的时候,遇见离几个可爱的约旦孩子。 我和他们聊天,交上了朋友。 他们每天要从家走三个小时,来买点小石头挣钱。 佩特拉有七百多个牧种,而最著名的,要算是皇家牧种群了。 两千年前的皇家牧种群,居高临下,宏观壮丽,展现皇家至高无上的威力。 其中最大规模的恩兔在鲁马时代被作为法院使用。 里面有司法办公室的监狱,后来也被当作拜占庭教堂使用。 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,海上运输的兴起,佩特拉开始刷夺,最终被遗弃。 显为人知,直到十九世纪,才又被一位瑞士探险家重新发现。 使得我们如今能够一探这座绚丽多彩的古城,走进着曾经繁华壮丽的神秘古东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广告。 欢迎订阅,转发广告。